房子借给全红蝉一家住 沉迷后的全红蝉怎样回报大伯 巴黎奥运会的那个夜晚 灯火辉煌 全世界的目光聚焦在泳池边 当全红蝉以他标志性的完美入水动作 赢得那枚沉甸甸的金牌时 整个场馆仿佛被点亮了 那一刻 他成了无数人心中的英雄 一个年仅十几岁 却用实力征服了全世界的中国女孩 但在这辉煌背后 是一段显没人知的奋斗史 一个关于家庭 爱与坚持的温馨篇章 在成为跳水女皇之前 全红蝉的家不过是一间简陋的瓦房 与那些被媒体吵得沸沸扬扬的 二层小楼大相径庭 每当夜幕降临 昏黄的灯光下 是全红蝉刻苦训练的身影 是他对梦想的执着与追求 外界的纷纷扰扰 似乎从未真正影响到这个家庭 他们过着自己的小日子 承受着生活的艰辛 却从未放弃对美好未来的向往 在全红蝉的成长历程中 大伯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面对家庭的困境 大伯毫不犹豫地站了出来 用自己的双手为全红蝉和家人 撑起了一片天 他的辛勤付出 如同一座坚实的桥梁 连接着全红蝉的梦想与现实 大伯的爱如同温暖的阳光 照亮了全红蝉前行的道路 让他在追梦的路上不再孤单 随着全红蝉的成名 荣誉与财富接踵而至 然而 当家人提议用这笔钱 来改善生活条件时 大伯却坚决反对 他深知 真正的幸福不是物质的堆砌 而是家人之间的和睦 与相互扶持 这份对亲情的坚守 让全红蝉深受感动 也让他更加珍惜 与家人之间的情感纽带 与此同时 成名也带来了不少烦恼 远亲们纷纷上门借钱 给全红蝉和家人 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但正是这些挑战 让他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共同面对生活的风雨 他们学会了 在困境中相互扶持 在挑战中共同成长 在全红蝉的心中 始终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他感激大伯的养育之恩 感激家人的默默支持 更感激那些 在他成长道路上 给予帮助的人 这份感恩的心态 让他在荣耀面前保持谦逊 在困难面前更加坚强 同时 他也用自己的行动 传承着这份爱与力量 激励着更多的人勇往直前 回望全红蝉的成长之路 那些看似平凡的日子 却充满了不凡的力量与温情 家庭的支持与亲情的力量 使他能够走到今天的重要支柱 而那些背后的心酸与付出 则让他的成功更加闪耀动人 如今站在跳水台上的全红蝉 不仅是一个优秀的运动员 更是一个懂得感恩 珍惜亲情 勇于追梦的少女 他的故事如同一首温暖的家庭之歌 永远在我们心间回荡 全红蝉的故事告诉我们 无论身处何种环境 无论遇到多少困难 只要心中有梦 脚下就有路 家庭的支持与亲情的力量 是我们最坚实的后盾 也是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源泉 愿我们都能像全红蝉一样 珍惜家庭 感恩生活 勇敢追梦让生命之花 在阳光下绽放出最绚烂的光彩 全红蝉这次上大学的机会 是逃不掉了 在众人眼中 全红蝉的名字 总是与跳水池中 那一次次惊艳的飞跃 紧密相连 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学霸 她的青春故事 并未在书页间缓缓铺展 而是在水花的跳跃中 激昂奏响 全红蝉 一个对跳水充满无限热爱的少女 用她的勇气和汗水 在蓝色的水域中 绘制了一幅幅壮丽的画卷 她用行动证明 成功之路并非只有一条 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 同样能够绽放耀眼的光芒 金牌背后 知识的呼唤 随着全红蝉在跳水领域的卓越表现 她的名字逐渐成为了公众关注的焦点 然而 在荣誉与光环的背后 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摆在了她的面前 未来的教育规划 当同行陈玉希 凭借优异的成绩 踏入同济大学的大门时 全红蝉也感受到了来自知识的呼唤 她意识到 作为一名运动员 除了拥有出色的体能和技巧外 更需要具备丰富的知识储备和广阔的视野 来支撑自己的长远发展 于是 她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与书本的关系 准备迎接新的挑战 知识改变命运 学霸跳水妹的觉醒 从最初的抗拒到后来的主动拥抱 全红蝉的心路历程充满了转变与成长 她逐渐明白 知识并非只是书本上的枯燥文字 而是能够引领她走向更高更远的宝贵财富 在教练和家人的鼓励下 她开始尝试与书本建立联系 用心去感受知识的魅力 她发现 原来学习也可以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它能够让她的思维更加敏捷 视野更加开阔 于是 全红蝉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去 用知识武装自己 为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 做好充分的准备 大学不仅是学习 更是成长 对于全红巢而言 大学不仅仅是一个学习知识的场所 更是一个全面发展的平台 她期待着 在大学里 结识来自五湖四海的新朋友 与他们共同交流思想 分享经验 她渴望参与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 锻炼自己的组织能力 和团队协作能力 她更希望 能够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深入探索 将学习的成果转化为实际的能力 当然 跳水依然是她的热爱和骄傲 她计划将大学的学习 与跳水训练相结合 用知识的力量 推动自己在跳水领域 取得更大的突破 逆袭之路 命运的馈赠 回望全红禅的逆袭之路 我们不难发现 她的每一步都走得那么坚定 那么自信 从一个只想逃离书本的跳水少女 到如今即将步入大学校园的学霸跳水妹 她的转变 不仅是对个人能力的肯定 更是对勇于挑战自我 不断进步的精神的颂养 在这个过程中 全红禅不仅收获了金牌和荣誉 更重要的是她学会了如何面对困难 如何把握机遇 如何规划自己的未来 这些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将成为她人生道路上最坚实的基石 结尾 新的起点 新的征程 随着大学生活的临近 全红禅即将踏上一段全新的旅程 她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 和更加坚定的步伐 迎接未来的挑战 我们相信 在大学这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新舞台上 全红禅定能继续绽放光芒 她将以自己的实际行动 诠释着知识改变命运的真谛 她将以自己的努力和汗水 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而那些关于命运的轮回 关于选择与成长的故事 也将随着她的步伐 传遍每一个角落 激励着更多年轻人 勇往直前 追求自己的梦想 全红禅夺冠后 陈若霖摊牌 官宣决定 周济红批准 郭晶晶祝福 十年磨一剑 双刃未曾是这句诗 用来形容运动员 在和室他们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在训练场上挥洒汗水 只为在赛场上 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 而在这光芒背后 往往也有一双双温暖的手 默默地守护着他们 陪伴他们走过荆棘与坎坷 还记得那个在东京奥运会 上一跳成名的小女孩吗 没错 就是全红蝉 这个来自广东湛江的小姑娘 用近乎完美的舞跳 惊艳了世界 也让水花消失数成为了她的代名词 一时间 鲜花 掌声 荣誉 接踵而至 在聚光灯的包围下 全红蝉始终保持着那份难得的纯粹和质朴 我只想赚钱给妈妈治病这句话 曾经让无数人为之动容 在全红蝉成功的背后 除了她自身的努力和天赋 也离不开教练陈若霖的悉心指导 陈若霖 这个名字 对于中国跳水队来说 无疑是一个传奇 五枚奥运金牌 让她成为了中国跳水队的 跳水皇后退役后的她 选择留队执教 将自己的经验和技术 传授给年轻一代 而全红蝉 正是她最得意的弟子之一 在陈若霖的眼中 全红蝉是一个极具天赋的跳水苗子 但她也看到了 这个小姑娘身上的压力和挑战 为了帮助全红蝉更好的成长 陈若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从技术动作的打磨 到心理状态的调整 事物巨细 她都亲力亲为 网友们经常能看到 训练场上 陈若霖陪陪伴在全红蝉身边 一遍遍地纠正她的动作 为她加油鼓劲 比赛时 陈若霖也会在观众席上 为全红蝉呐喊助威 和她一起分享胜利的喜悦 在全红蝉夺得奥运金牌后 各种商业合作的邀约 也随之而来 面对名利的诱惑 陈若霖却做出了一个 令人意想不到的决定 她拒绝了所有商业合作 并公开表示 不会让全红蝉过早地 接触商业活动 我只希望她能够安心训练 心无旁骛地追求自己的梦想 陈若霖说 网友蓝色梦想说 陈指导真是用心良苦啊 她这是在保护全红蝉 不让她被外界干扰 网友清风徐来说 现在的社会太浮躁了 很多年轻运动员 都经不住诱惑 早早地就走上了 商业化的道路 最终泯然众人 陈指导的做法 只得所有教练学习 陈若霖的决定 赢得了网友们的一致点赞 他们纷纷称赞 陈若霖是一位负责任的好教练 是一位真正关心 运动员成长的良师义友 陈若霖的付出 也得到了回报 在她的悉心指导下 全红蝉不仅技术水平突飞猛进 心理素质也更加成熟稳重 巴黎奥运会 是全红蝉的第二次奥运之旅 这一次她不再是 那个初出茅庐的小将 而是带着未免冠军的光环 站上了跳台 铲宝加油 红姐你是最棒的 比赛现场 观众席上 响彻着为全红蝉 加油助威的声音 网友一颗柠檬说 好紧张啊 比我自己比赛还紧张 铲宝加油 网友彩红糖 说 红姐 跳出你的风采 跳出你的自信 我们永远支持你 面对巨大的压力 全红蝉没有退缩 她沉着冷静 完美地完成了每一个动作 当她最后一个动作入水 水花几乎消失不见时 全场沸腾了 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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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红蝉再次用完美的表现 征服了裁判 也征服了全世界 她成功为免了奥运冠军 成为了中国跳水队历史上 第一位在女子 十米跳台项目上 实现奥运两连冠的运动员 太厉害了 我的蝉宝 红姐 你就是我们的骄傲 网友们纷纷在社交媒体上 表达着对全红蝉的祝贺和 这是属于全红蝉的时代 有网友感叹到 在成功的喜悦背后 全红蝉和陈若林师徒二人 却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这枚金牌 不是终点 而是一个新的起点 陈若林说 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还有更高的目标 要去追寻网友 追梦赤子新说 陈指导说得对 这枚金牌 只是对过去努力的肯定 未来的路还很长 希望蝉宝能够继续努力 创造更多的奇迹 网友星光不复赶路人说 期待蝉宝和陈指导 继续携手前进 再创辉煌 对于全红蝉来说 她还年轻 她的未来充满了无限可能 而对于陈若林来说 她也将继续陪伴在 全红蝉的身边 用自己的经验和智慧 帮助她不断突破自我 去创造属于中国跳水的 新辉煌 她们的故事 是运动员和教练之间 相互成就 共同成长的佳话 她们的 也将激励着更多年轻人 勇敢追梦 为国争光 在竞技体育的舞台上 从来就没有什么 一蹴而就的成功 每一个耀眼的成绩背后 都浸透着汗水和泪水 全红蝉和陈若林的故事 正是对宝剑峰 从模立出 梅花香自苦寒来 这句话的最好诠释 她们的故事 也让我们相信 只要有梦想 敢拼搏 就一定能够创造出 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在未来的日子里 我们期待着 全红蝉能够继续突破自我 在跳水事业上再创辉煌 我们也相信 在陈若林的细心指导下 全红蝉一定能够走得更远 飞得更高 她们的故事还在继续 让我们一起为她们加油为 中国跳水队加油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分享你对全红蝉和陈若林故事的感想